台北市75岁以上长者施打第一剂AZ疫苗 皆已超过10周 为了加强疫苗保护力 北市将替未涉及北市的75岁以上 且于7月9号前 与北市施打第一剂AZ疫苗长者 电话预约施打第二剂AZ疫苗 有一些长者住在台北市 虽然你没有涉及在台北市 现在我们就再帮各位 来做电话的一个预约的接种 打电话的时间 就从今天9月23号的下午1点半到5点半 以及明天9月24号的上午8点半到12点 打个电话到各区公所登记一下 我们的同仁就会安排告诉你 我们接种的时间是9月25号 我们会安排你到各个医疗的院所去做接种 或者是原住民只要65岁以上 1956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 这些长者他没有涉及在台北市 但是住在台北市 而且第一剂的AZ疫苗也在台北市来接种的 现在我们就提供这样的一个电话 预约接种的服务 副市长蔡炳坤呼吁符合资格的长者 务必把握时间打电话到12区去公所预约 并且在9月25号完成第二剂AZ疫苗接种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